编号 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周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还有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要关注的议题 然后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可以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很期待您可以 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 更好做更深度的报道 那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我想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 应该很清楚 我们其实在台湾 算是非常关心香港议题的 一个节目一个报道 那我们在过去做了 非常非常多的香港的这些报道 最近大概就是谈的是 这个基本法23条的 这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当然最近这几年 我们也看到从2019年之后 其实有很多的香港的朋友 可能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 到了离开了香港 到了不同的国家去定居 或者是去求学 或者是去生活 那他们也开始了新的 这种所谓的社会关系 以及连结 所以在几年前 曾经有一群香港的朋友 跟台湾朋友成立了 这一本杂志叫做卤水 那这本杂志卤水呢 事实上是由很多的香港人 以及有一部分的台湾人呢 他们共同来成立的 那不过在这些成立的过程当中 或在其他国家生存的过程当中 也常常会遇到各式各样的 境外的镇压 境外的压力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 就要来邀请到 这个卤水杂志的编委 钟申豪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申豪你好 你好 您好 关老师 谢谢申豪来接受我们访问 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是台湾图书市 是台湾嘉义这个地方很重要的民主的聚集点 所以已经有成立大概有1,20年甚至更早的历史 那今天申豪也带着卤水的朋友 带卤水杂志到这个地方来跟我们做分享 我想一开始先请教申豪 就是你是2019年离开香港 没错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我要读博 然后所以就是要需要在2019年的7月或者是8月 就要离开香港到美国去这样子 所以不是因为反修例运动 本来就是安排好就是需要离开这样子 然后离开就发现就是似乎也容不下我了这样子 然后就只好留在海外这样子看如何继续为这个香港人去做一些事情 对我想这是很多人离开香港之后 很重要是把很多香港的精神或是香港的价值 是带到不同的地方去 然后也希望在不同地方去做一些串联 去做一些就像你刚刚谈到的各式各样的努力 就是从海外来去回看香港 或是从海外来去共同去讨论香港的问题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跟背景 所以你们就成立了卤水这一本杂志 是的 因为其实我们成立的时间是2021年的1月 然后当时是港区国安法通过半年 然后其实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在国安法通过之后 我们就已经开始在酝酿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国安法通过之后 其实香港境内的言论自由只会不停的收缩 然后但是我们还是需要 我们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空间去 去延续我们还没有结束的讨论 而且一些言论的空间我们也希望去捍卫 所以我们就 我们其实也很受台湾的启发 我们也看到台湾在戒严时期的做法到底怎么样呢 就是办杂志 对然后我们就参考了这个做法 然后就觉得其实实体的杂志其实更能够把一些相对复杂的概念传播出去 因为可能用讲的话可能可以承载的复杂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讲的话也不要太复杂这样子 所以反正我们入水也是希望提供一个平台可以让香港人或者是关心香港的朋友就是参与这个讨论就是无论是关于不同的主题 关于香港海外议题不同的主题 比如说我们第一期有探讨过就是一些反送中运动一些还没有结束的一些讨论 比如说这个何勇不分背后的逻辑到底是怎么样呢 然后到后来我们也看到就是可能在海外的香港人或者是在香港的香港人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到底谁是对 离开还是要留下来 然后这个讨论也引发了很多的冲突 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借此而参与这个讨论 然后去带给双方不同的观点意见 然后让大家可以未必可以和好 但是起码就是先互相理解 至少香港人本身要相互理解 因为我刚看到那个申豪的时候说你是跟香港哪一挂比较熟 就是我意思是说就我们对香港了解 其实即使是对于所谓的威权 对于中共政权是有很大不满的人事实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思考 不同的路径或是不同的策略 所以怎么样让大家彼此沟通反而是很重要 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只是在沟通跟讨论 可是对一个威权政府来讲 就是觉得你们就是在造反 你们就是对我的意见不同 所以你看到办杂志 其实特别在海外办杂志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在台湾过去的这个党外杂志的这个年代 其实这些党外杂志大概会有几个的功能跟特色 例如说一种就是所谓的启蒙 就是某种知识上面的一种启蒙 或是一些思想上面的启蒙 那另外一种可能会是一个蛮重要的 它就是会是在一种记录 就是把当时的 因为媒体就是一种记录 把当时的社会情境 或是当时的社会状况记录下来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很特别 就是一种连结 这个连结可能是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或者是像美丽岛杂志 他们其实要做的叫做没有党民的党 他们其实就是这个杂志在台湾不同的分社 因为当时是党禁嘛 那在不同的分社里面 它就变成是一个地方党部 当然我觉得卤水并没有要成为一个没有党民的党吧 应该没有要做这件事 这个对你来讲应该压力很庞大吧 可是它确实有产生了某种连结的功能嘛 对 不错 因为我们把卤水也卖到蛮多地方去 而且刚刚管老师也谈到就是 在记录方面 其实我们也花了一点心思 因为我们每一期里面也会有一个 就是时间表就是大概去诉说 大概从上一期到现在 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每一期都会有做这样子的大事记录 然后所以也想就是达到一个记录的 除了就是有一些讨论以外 我们也还有记录的作用这样子 然后关于串联方面 确实就是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营造一个读者群 就是大家会一起去讨论去关心香港议题的 我们也会定期办不同的活动这样子 比如说刚刚就是从台南这样子过来 我们在台南也是要拜一场活动这样子 我们之前台湾的大选过后 我们也办了一场就是研讨会这样子看 香港人在这个大选上其实他们的角色会是怎么样 然后展望会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然后刚刚其实上个礼拜 我们在英国也办了一场就是文化沙龙 就是我们的面向也是英国的读者这样子 对所以对我们还是很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串联不同地方的香港人去进行不同程度的讨论这样子 我觉得面对这种所谓的威权的压迫这种连结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连结可以让大家彼此熟悉彼此关心 然后维持那样的一个能量 但是说实在的你们这本杂志可能对于所谓的海外的人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可是这些内容在写作上面在选题的时候 它的确有些对于所谓的香港政府或是对北京政府大概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些议题 我不知道你们在选题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顾虑 或是会不会遇到一些特别的阻碍 或是你们杂志创办到现在有没有遇到一些压力 这样说好了 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讨论最多最多的就是 我们杂志如果要记香港的话要怎么记 然后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 我们不要把一大批的杂志寄给某一个书店还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对于威权政府 尤其是有共产主义的政府的话 其实他们会比较害怕有群众号召力的东西 就任何的图腾或者是地点还是entity他们会比较害怕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杂志一大堆杂志寄给鼠店 那他们就会成为一个聚集的一个店 所以我们尽量就要把这个模糊掉 就是我们要化整为零 然后所以我们最后的做法就是我们寄到香港的话 我们就会把那个封面可能我们用其他的普通的书籍把它包住 然后就再继续香港这样子 然后去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基本上 但是我们在选题上面 其实我们并没有受 我们没有受到就是要担心危险 就心里面不会有一个白色的恐怖 或是所谓台湾叫小警种 没有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本来我们就是要冲着这个来的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反而不是我们的考量 我们的考量可能是我们的用词 会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偏向某一个立场的 就比如说流港派离港派 然后我们就是会很斟酌 就是说我们这样讲 我们这样写会不会让我们 别人觉得我们是离港派 或者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用脚投票 我们就是离港派 但是我们不想说就是离港派 流港派会看到我们写的 对他们看到我们写的东西会觉得 你们在这边说风凉话 就站着说话要不疼的那个感觉 就我们就很想去照顾这个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我们会考量的就是 我们会不会破坏这个平台的这个公允性 对我觉得这个 这反而是你们在考虑的 并不是说什么题目可以做不可以做 是考虑什么做 这个怎么做是可以顾虑到每一个人不同的想法 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公共讨论的开户嘛 对我们想要维持这个讨论的气氛 并不想造成一个很强的对立 就是互相了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你会不会担心自己成为一个什么境外势力 境外组织啊 特别是23条这个过了 基本上23条过的时候 那个所谓的更缩紧更严格的控管 那对我们来讲会不会担心 未来的后果会发生什么事情 基本上因为做这种事情 就只有零次跟无限次嘛 就是对 所以就是 就货出去了 对就是 当你做了第一次 其实以后 你只能继续做下去 那个风险才划得来嘛 所以就 对就做了第一次 其实它23条 它没有那个 那几条都差不多 对啦 它没有那个日落条款嘛 就是说我这个 这边我现在忏悔 我还可以去排这个香港的公屋 没有这回事嘛 对嘛 就是所以就只能继续做下去 然后可能就小心一点这样子 就是保护一些需要保护的人 所以就算你们被认罪 也无法挽回一切啦 没有办法啦 就是 所以就只能坐下来 就更加小心这样子 就是 对啊 就是只能降止的 现在这个状况的话 这一期的主题是 跨境镇压 然后我们在访问的前几天 刚好4月22号 这个德国联邦检察署 发拘捕的三名德国人 然后他被认为是 为中国情报做这个所谓的 从事间谍的工作 你知道这个新闻吗 这个新闻里面有提到说 其实有一个中国人 已经入籍到德国 然后他是中国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 那但是呢 他其实这个黄养台 在接受追新闻访问的时候 证实这个人 其实是活跃于这个 德国华人的民运圈 对这个事件 刚好跟你们今天要谈的 这个主题应该有些关系吧 就是所谓的跨境镇压 你自己怎么去看这种 所谓的中国间谍 然后潜伏在华人的民意圈 或是香港的圈子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还真的是无可避免 对就是其实类似的事件 其实也不止在德国发生 就是前两天好像在英国也发生 类似的事件 但是他不是华人 他是这个洋人 他是替当地的议员去工作 然后就是也是涉及 就是卖情报给中国这样子 然后瑞典好像也类似发生了 类似的事件 好像是两到三个礼拜之前 就是他们替一个杂志 就是替一个 反正就是出口转内销的那种 就是他办一本就是所谓的外媒 然后其实讲的都是中国的好的东西这样子 然后他好像最后被注销公民的身份 其实这个也真的是无所避免的 然后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是觉得如果我们 就是其实我们如水办活动的时候 其实也很常遇到类似的状况 就是可能我们会留意 有什么参与的人会可能就是间谍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也只能去观察 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说 所有人就是要很严格的审查还是怎么样 我们只能就是在办活动的时候 就是尽量提醒大家 就是要遵守这个Tradenum rule 就是Tradenum rule 就是不要指名道姓的去跟人家谈话 这样子不要透露自己个个人的资料身份之类的 就只能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尽量营造一个比较安全的气氛 给大家去讨论参加这些活动这样子 不过这种跨境镇压 或者是刚刚谈到这种间谍 相对于你们的这一期杂志里面谈到很多例子 我不能说它是一件小事 可是其他的这种类型可能多了很多 很多各种不一样 待会要请我们上次再跟我们做一些继续的讨论 那这一期的主题就是叫做跨境镇压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 那实际上发生了哪些事情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就是在编者的话的第一句里面就说 跨境镇压正在你我身边的自由世界发生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趣 就是跨境镇压 镇压应该是在威权的社会里面 在一些比较极权的社会里面 那为什么在自由的社会里面发生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一期杂志 其实也有邀请到在海外 亲身受到这些跨境镇压的朋友 来分享他们的经历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所谓的跨境镇压 就是说它的镇压不只是在极权政府的境内 而且它把它们的影响力扩展到海外 可以是通我们总就是在杂志也可以看到 就是一共大概就是五类的跨境镇压 就是监察 威吓 然后还有代理惩罚 还有就是谋杀 最后就是这个小粉红动员 就是Counter Mobilization 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那反正就是动员自己的支持者去骚扰一些 出身 对对对 然后所以基本上其实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可以在自由世界发生 然后比如说之前那个APEC的会议 然后习近平有参加 然后办在旧金山 其实那个时候很多威吾尔族 然后图博人 然后还有这个香港人 其实也有组织一些人去抗议到现场 然后那时候其实中国也组织了一批就是小粉红 当地的留学生或者是在那边很久的华侨 就是在华人街一些势力这样子 然后跟他们就是有一个冲突这样子 然后很多就是几乎发生了 有发生肢体冲突这样子 然后很多人还因此而受伤了 所以其实这种镇压其实是还蛮常见的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面向 还有就是很常见的就是说 通缉其实也算是一种跨境镇压 或者说骚扰这些民运人士在香港的 关联家人亲戚之类的 其实这种也是一种跨境镇 这部分我们等一下下去 你跟你讲解谈 不过我也很好奇就是说 为什么自由世界它可以允许 这样的一个镇压是存在的呢 就是说我们觉得自由世界它应该有 就算是自由它还是有一些法治的基础 那自由世界对于这种所谓的非法的 或者是某种的暴力的行为 它应该也会有一些限制的存在 可是为什么会发生在自由世界 就是说会不会是这个自由某种程度上面 反而成为一种 一种利用自由而出现的一种土壤 跟一种策略 还是这些自由世界它没有办法 这些国家没有办法去规范这些行为 我觉得可以分两个层面去讲 第一个层面就是如果你要去惩罚 就是去 喝止这些行为的话 主要是需要 你要找到一个人 就是找到那个源头 然后其实如果你要找到那个源头的话 基本上那个司法权是很重要 但基本上就是这些自由国家的司法权 仅限于他们自己境内嘛 所以就是说如果 施加这种威吓的人 他们本来就不在境内 这些自由世界境内 其实他们也很难做 比如说 一些在香港 香港的 在海外的民运人士 他们受到通缉 然后通缉的人就是那个政府嘛 就是那些极权政府嘛 然后极权政府 也很难受到自由世界的一个规范 但是就是说就算他们要报复 或者有一些行动 其实他们也要考量整体 就是说他们可能要冒 其他方面的损失 比如说可能中国跟美国 他们的贸易很多啊 然后或者说会有一些外交上的后果 这样子 这个也牵扯到就是 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说 比如说在那个APEC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 我刚刚说嘛 就是有一些香港的民运人士 跟就是小粉红会有肢体冲突 然后最后这些肢体冲突也是 就是把他们强制分开 然后就算了 就没有再 不了了之 其实这个做法也是希望 把这些冲突给降温 就是不要把它升级到 外交的层面 就是这样会对于他们的国家 可能他们也要考虑很多东西 所以基本上 在这方面的跨境镇压 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效的原因 就是他们会利用自由世界的这些考量 就是他们可能动一法 则动全身的一个想法 然后再去中间找一个空间 去对身处在海外的自由世界的人 做一些恐吓这样子 也就是说你会觉得这些民主国家 反正我就让你们闹一闹 吵一吵 然后就算了 如果再追求的话 可能不得了 追求的时候背后一串的东西 然后如果发现背后是这个 原来的国家在指使这些事情 比如说中国或香港 不管是政府也好 或者说这些民间组织也好 那这个会变成是一个外交的问题 那可能就会搞得非常非常复杂 那外交问题会涉及到经贸啊 这种甚至国家安全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报复的手段 都会跑出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过台再请教申豪 就是中国从什么时候 开始在做这种跨境镇压 然后刚刚也提到了一些类型 那有什么样更不一样的类型 或是有哪些实际上面的做法 就跨境镇压实际上的做法 那另外我想台湾也会非常关心的是 那在台湾会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那不管是台湾的人到海外 还是在台湾的内部会不会出现类似的状况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卤水杂志》的编委钟申豪 申豪你好 你好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我们接下来要持续来请教申豪 我们刚刚大概谈到了《卤水杂志》的创办 以及他们在创办过程当中的一些思考 当然也提到了中国政府对于海外的香港人 当然不只是香港人 就海外的一些他们认为的异议人士 他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 不过这样一个策略跟方法 他也不是最近才开始有的 他在过去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一种 所谓的跨境镇压的一种做法 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就 开始在对于所谓中国以外的地方 去做这种所谓的监控或是镇压的这些手段呢 主要就是八九六四以后 就是因为很多海外的迷运人士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需要到被迫离开中国 然后在海外继续他们的社会运动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 中国也还蛮积极的想要去渗透这些组织 希望可以从内部去瓦解他们 然后从而达到一个监控的作用 就是镇压这些潜在反对势力的作用这样子 那一直发展到现在中国的对外海外的监控 跟镇压的手法大概会有哪击中 或者是具体的一些类型是什么 刚刚其实也谈到就是 也不只是中国啦 就是具体的跨境镇压有五种方式 就是监视 Surveillance 然后还有就是威嚇 Intimidation 然后还有就是想一下 那个prosty punishment 就是代理惩罚 代理惩罚 就是代理惩罚 就是它不是惩罚你本人 它是惩罚跟你相关的 可能是你的在香港的家人 或者在他自己国家的家人 对没错没错 还有一个就是 Counter mobilization 还有一个就是谋杀 Assassination 对直接把你杀掉这样子 然后让你就是物理上闭嘴这样子 对还有大概就是这五种 在你的经验或收集到的资料中 可以跟我们更具体来讲 这五种它实际的执行的方法跟例子吗 就监控来讲其实 因为现在其实资讯科技还蛮发达的 他们可能就是通过一些情报活动 然后去获得 关于这些海外组织的更多的资讯 然后这个有不同的方式啦 就是可以通过这个间谍活动 也可以通过就是网路的駭客活动 就可能骇进一些资料库 然后去盗取一些 这些关键人士的个人资料 然后去骚扰他们 或者是进行一些报复之类的 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关于这个威嚇 其实威嚇也是 其实立国安法这种二十三条 其实都是威嚇的一种 就至少一种可能是身体上的威嚇 一种是在心理上的威嚇 对就是说跟你说 如果你去做这种事情 你回来你就会有需要面临监禁 或者一些司法上的后果这样子 这个对于海外的人来说是这样子 这个不只是对海外的人 我看到一些香港在海外的媒体 他们其实都会透过海外的方式 来进行募款 那但是二十三条通过之后 据说这些海外的媒体的 捐款人数是在下降的 对 因为这就是担心说 我捐款给你会不会变成是一个 去支某某什么样的一种 反叛性的组织啊 那它产生某种心理上面的恐惧跟担心嘛 对对对对 对于境内的人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样子 然后刚刚讲到这个代理惩罚 代理惩罚也是另外一种 也是就是说它不是面向你 它是面向你身边的人 就是或者说 跟你相关的一些朋友啊 或者是甚至雇主之类的 就是跟你有相关的人 就是这种也是另外一种威胁 他觉得你不怕死嘛 没关系啊那你的亲人家人怎么样 他就会对你造成一个额外的负担 这样子 这个我也有一些 一些类似的一些经验啦 就是不管是在访问一些香港的朋友 或是还访问一些 大概几年前离开中国到海外 到美国的一些异议的人事异的朋友 他们其实都会很担心 接受访问也好 或者是担心自己的言行 会不会连累自己的家人 所以他其实常常就会因为这样子 他自己的言行就会变得比较谨慎跟保守 而不敢说太多话 因为他说我想要回去啊 我的家人还是在那边 所以这也是某种的遥控 一种常被管辖的 另外一种亲情的模式 对没错 因为就是他知道你在乎什么 他就知道你的软肋是什么 所以就是他就会往那个方向去下手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小粉红的动员 然后这个也在可能在台湾也有 就是可能就是统派吧 就是会说你们这个搞乱香港怎么怎么 就可能会有 然后在海外的话就会是一些 中国的留学生啊之类的 对这个或者说不一定是群众运动了 可以是动员一些亲中的一些 可能是意见领袖 或者是一些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替中国发生 但最近比较少见的其实 因为毕竟中美或者是跟西方的关系 其实也慢慢的变差 就是因为过去这几年的一些摩擦这样子 也有一些会在校园里面 去参与他们的一些校园的活动 甚至去培养某些的这种 组织的人才我所谓的可能 长期潜伏在刚刚谈到 例如说德国的例子 然后去培养这些所谓的组织的人才 那所以这个对学校的监控也是非常严重的吗 就是在美国在英国在加拿大的这些情况 对因为他们需要他们主要就是要控制 他们其实也不只是要去镇压反对中国的人 他们其实也需要去管理就是到海外的中国人的一些动向 就是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通过这个中国学联 就是中国当地的学生会不同学校 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就是海外的中国人真的很多很多 海外的留学生也很多很多 所以他们就是通过 而且这些学生会其实很多都是跟中国大使馆是有直接的联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是一些比较有名的学校 这些学生会的选举还是蛮激烈的 因为就是说你真到了可能你就是跟大使馆可能有一个直接的 你说中国的学生 中国的海外的学生也是会去蔡允亮当地的中国学生会的选举 对对对因为就是说他们要去竞争嘛 就是其实他们有一个诱因就是说 如果他们是想要结束学业以后拿到文凭 他们要回国内发展的话 其实他们在事前去拿到这些攻击是很重要的 就是可能对他们往后会有一些比较好的 出入啊管道啊去到某一些产业或者说获得某一些好处这样子 不过他也感受到真普选的好处了 对对对就是在海外也 海外也是可以真普选 什么都真普选他可以感受得到 他又不用事他回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就是利用这个自由世界的这个选举 来去达到他们就是这些小小的 就是自私的目的这样子 对还蛮讽刺的就是 对你刚才有谈那个比较可怕的是谋杀 就黑帮啊谋杀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法 这实际发生过类似的状况吗 那个中国的我不是太清楚 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 就是说这个俄罗斯的反对派那个 那个Alex Navani 他以前是俄罗斯很有名的反对派的领袖嘛 然后他曾经流亡到海外 但他最后决定回流到俄罗斯 然后他下飞机就马上被抓 然后他被抓了以后就被监禁 然后直到两个月前突然间就死在监狱中这样子 这个是比较有名的谋杀的例子 其实台湾也有啊台湾就是江南岸嘛 对江南岸也是其中一个谋杀的一个案例嘛 所以就对这个这个 但我但可能就是中国也比较顾及这个形象 就是说可能非到必要的状况 也不会去去做这种事情 也就是说你刚刚讲的那五种类型 是一个在威权国家经常会用的状态 一种方法未必是真的只是在中国嘛 至少在谋杀这件事情看起来 他们还是 我想也许这个社会越来越文明 或者是国际关系越来越谨慎小心 这个做法其实是会引起很大的反弹 对对对 就比如说这个 那个北韩金正恩谋杀了他的那个 就是涉嫌就是 涉嫌就是谋杀了他的清歌嘛 在那个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机场 然后那个也引起了很大的外交风波 就是马来西亚跟北韩的这个外交风波 所以就是比较少会去这样做 就是一般现在来说的话 这些的这种所谓的监控或是跨境镇压 它实质上面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呢 就是非常直接的话就是大家参与这些公共事务的抑郁 会比较低啦 因为比如说在海外的香港人的话 他们有一些都会比较担心说 如果我参加了一些倡议的活动的话 我会不会担心可能回香港会有危险 或者说会不会不小心就掉入这个黑名单 还是怎么样 所以他们参与这些活动之前 还是会比较谨慎或者小心 然后对于组织者来说 他们也会想说 我们知道他们会比较担心做这种倡议 会比较危险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继续的去把人聚在一起呢 让他们比较安心的去参与这些活动 因为就是说 其实毕竟在海外的香港人还是有一个需要 就是大家想要聚在一起 但是其实聚在一起也不一定要去搞什么政治活动 因为毕竟现在也是热潮已经过去了 世界对于香港的关注也没有像反送中的时候那么高了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也会选择一些 比较低风险的活动去进行这样子 所以也会有这方面的考虑 刚刚你有说到《入水》杂志在选题的时候 或是在做这些报导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担忧 或是没有什么白色恐怖的问题 那这可能是你们个人 但是如果你们要在办活动 或在做相关的倡议的时候 会因此而变得更小心吗 就是你们可能个人不怕 你们在选题的时候不怕 但是你刚刚谈到我们会对外面向群众 我们会对外会希望大家来参加 那你们会因为这样子会更小心 或者是改变一些策略跟方法吗 因为这恐怕也是另外一种影响吧 可能我们会 比较小心 就是会注意参与者的身份 因为比如说之前我们4月初的时候 我们办了一场关于23条的研讨会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开放报名 在台北 对在台北 然后我们那个地点也是没有公开的 就是我们是先收集参与参加者的报名 然后我们再给报名者就是地址这样子 然后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去 就是去 也不许去审查 就是简单看一下 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古怪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活动进行的时候 我们也会提醒大家就是要注意个人资料 不要透露那么多 然后我们也就是现场禁止录音 还有禁止拍摄出了我们工作人员 我们工作人员拍照的时候也会尽量的避开 大家拍到下面的人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能从这个方面去小心 然后其实讲者那个时候好像也疑似受到一些跟踪 对在台湾受到跟踪 对对对 因为就是也是无可避免的 这大概就是我们就是谨慎一点这样子 对 什么样的状况让你们觉得是受到跟踪啊 就是因为我们还是 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小心的去留意的话 就是可能有些 有些人会一直出现啊 一直出现啊还是怎么样啊 这样子 而且我们也会去 就是尽量的去小心啊 就是可能他本来跟踪也没什么 就是可能形成你知道也没什么大不了 他也觉得他也可能知道 你就知道我在跟踪你啊 就是他就是要有一个人在那边 就是让你知道啊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这样子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们只能做的就是啊 保护一切该保护的 就是可能那些已经拋头露脸的人 然后他们也要小心个人安全 就是啊 我知道你在跟踪 我知道你在监控 但是也要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 然后关键资料 不要泄露这样 这样这样不会很累吧 我觉得这个做法会让我们很多时候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是充满着不信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来参加 我们就是一个热情 但是我发现 我就想说 你到底是不是来跟踪 我在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然后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就会要特别避开某些的人 那或待会我们就会 这场录影结束之后 我们待会就有一个 现场的讲座 事实上有好几个朋友问我说 今天要来要不要报名 他们就觉得说 是不是报名会比较安全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这种监控 或是这种跨境镇压 最可怕的 一部分是让你的声音 会逐渐的消失 或者是你做事情绑手绑脚 我觉得另外最可怕 是跟人跟人之间的 那种所谓信任感 因为在过去 台湾的白色恐怖的年代 或是我自己在 年轻的时候 参与学生运动的时候 其实我的身边的同学 其实就是失败 就会把我们的资料 会报给这个党部 报给教官 然后其实你也知道是他 那但是那种感觉 那种关系就会变得很奇怪 就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最可怕 或是在人类社会里面 最让人家觉得挫折悲伤的地方 嗯嗯嗯 但就是真的是 无可避免啦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做法就是 我们就假设他们存在就好了 那他们存在 那你要做什么 你就按着那个套路去做这样子 这样就会可以保障到大家的安全 就是我的 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就是 就会是这样子的 那确实是像管老师这样 您这样说就是 真的是蛮可悲的 因为 但我觉得还是有办法就是 可以找到一些亲密的观 就是会找到那种互相信任 那就是可能需要时间 去建立 对 没错 对 嗯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镇压或监控一个 嗯 无形的长期的破坏人跟人之间 应该有的关系跟新人感 那回到台湾啊 就是呃 今天特别是到台湾来办这场讲座 那我们也知道 卢水在台湾也有发行 纸本跟这个PDF电子版 那这样的一个跨境镇压 这个主情 你觉得对台湾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一些 呃 重要的提醒吗 不管是我们自己在台湾内部 办活动会不会遇到跨境镇压 如果 但是如果你引力的话 那个好像就已经发生了 那或者说我们到海外 会不会遇到跨境镇压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或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准备 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 其实跟台湾人还满 呃 相关的 因为其实 呃 也 不必要讲到国安法以后 其实其实台湾人可能在海外的时候 也会遇到很多 小粉红的冲击 或者说冲突 然后比如说啊 你说你是台湾人 然后他会问你啊 你怎么说你自己是台湾人 你不是中国人 这样子 其实这种也算 已经是一种就是跨境镇压的一部分 因为它就是限制了你的表达的自由 对啊 就是说啊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的话 那我们就杯葛你 我不要跟你说话 我们就要就是抹黑你还是怎么样 就是把你就是从社会上 就从这个社群上消失这样子 也是有这种 啊 负担的存在 或者说他会透过 呃一些威吓你 就是说啊你这样子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我是还听到蛮多台湾人有类似的经历这样子 可能前可能20年前这个状况会比较严重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台湾在世界的能见度提高了很多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台湾不是台湾不是台脸这样子 然后他们会比较乐意的去捍卫就是台湾人的身份 然后外国人也会参一脚说 哦台湾不是中国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其实应该会觉得这个议题还满相关的 说回就是说在台湾的境内到底会不会有这个状况 其实也是会的 因为就是说一旦你说了一些中国不喜欢的话 其实你也会担心就是说啊那我之后去中国要怎么样 也会有这个担心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李明哲的例子看到复查的例子 他是不是会让大家牺牲恐惧 对啊就是其实这些都是大家都在受到 我们受到的压迫都是来自同一个政权嘛 所以其实这些议题也是大家都是需要去关注 需要去都会感到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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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 我想中国是不是直接来影响台湾 或是渐渐影响台湾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 但是必须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台湾 你要说某些的言论你可能会跟认同中国的 或者是某种可能跟中国关系密切的人 或者对中国有期待的人他会产生一些杯葛 我觉得最典型的例子大概是何韵石 在台湾然后被泼红墨水的那个例子 对那其实就是另外一种的压力嘛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跟中国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你可以知道他对于中国 或是他对于某种他不喜欢言论他会透过这种暴力的方式来去呈现 去产生压制 对啊他就是要通过创造这种让你觉得有创伤的回忆 然后导致这种记忆会在你往后的生命就是一直存在 他就是要通过制造这个恐惧来去让限制你未来的活动 对啊所以就是我们也要就是做不同的事情去战胜这个恐惧 或者克服这个恐惧 但是千万不可以自我设限啦就是我只是开始 对人开始有各式各样的怀疑 我觉得这像我刚才的其实是一件还蛮可悲的事情 对啊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就是想要 如果他要我们分散我们就要石头要绑在我们就更团结 我们就是他们要让我们互相不信任 让我们就是要在更加困难的环境下 我们还是要去维持这个信任这样子我觉得对啊 就是因为我们跟极权的区别就是我们有创意嘛 我们有这个毅力嘛 对嘛我觉得我们有我们有这个这个很重要 我们觉得我们好奇心嘛 对嘛所以所以才会这些的活动才会延绵不断 今天非常谢谢钟声好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带给我们这一期的卤水杂志跨境镇压主题 那这个有在台湾可以买到实体的书籍 是 对也可以在网路上面有电子版 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去找这本书来看 也可以支持卤水杂志 这样谢谢沈浩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给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好 OK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 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